朋友你好,欢迎回到所有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8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来欧性格,谢谢,富士尔拜德德三,谢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咱们一起来看战况 一,在过去的一天里,俄罗斯军队在莱马巴赫木特阿弗蒂夫卡和马林卡方向进行进攻 乌克兰军方与俄罗斯军队进行了36次战斗 国防军的航空兵对敌方人员和军事装备集中区进行了20次袭击 其中10次针对敌方防空导弹系统 白天,乌克兰国防军在塔弗里亚方向摧毁并损坏了敌人的24件武器和军事装备 4个弹药库,俄军的人力损失超过一个连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一天中 乌军摧毁俄军32门火炮 延续了最近一周以来的类似成绩 乌军在炮兵战当中的优势地位似乎越来越强 二,战争最新方面 乌克兰武中部队总参谋部在早间的报告中说 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平民目标进行了15次导弹袭击 42次空袭和超过101次炮击 夜间,俄罗斯导弹袭袭击造成奥德萨一人死亡,二人受伤 白天,俄罗斯人炮击哈尔科夫地区20个定居点 还在扎布罗日地区的胡里亚波尔造成一名68岁的居民死亡 由于夜间炮击,乌克兰能源不反应,能源基础设施遭受到了打击 特别是由于炮击,赫梅里尼斯基地区的电力输送线路被炸断 在该地区三个定居点断电,一个定居点仍然没有电 三,吴总参发布的昨天战果数字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201100人,新增510人 坦克3773辆,新增2辆 装甲车7373辆,新增8辆 火炮3198门,新增32门 四,今天早上,一列则有粮食的俄罗斯会员列车在克里米亚出轨 一些媒体推测是人为破坏铁轨造成的 莫斯科时报报道,与俄罗斯执法机构有关人的巴扎电报网频道称 莫斯科时间上午8点左右 在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布尔市附近有货运列车出轨 五节车厢犯覆 俄罗斯任命的韦克里米亚州长阿克希诺夫和俄罗斯官方媒体 在描述此事故时都没有提到爆炸 而克里米亚铁路公司的声明简说 脱轨是外界干扰造成 五,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乌克兰军队首次在比尔格鲁德地区斯塔里胡蒂尔附近的边境使用坦克 据说,一位绰号维虎的俄罗斯装甲兵指挥官发现了对面的鲍尔坦克 他说鲍尔坦克成员有意对俄罗斯阵地发动攻击 但被俄罗斯情报部门发现,俄罗斯坦克兵迅速作出反应 向鲍尔坦克开火,迫使其撤离 然而,由于地形齐驱,俄罗斯坦克没有成功击中目标 对于这个报道,我们不太相信其真实性 因为,比尔格鲁德地区并非乌克兰军队反攻的重点 没有必要将精锐部队拍到那里 此前,俄军多次谎报发现或摧毁乌军拥有的西方先进中心武器 他们在这方面的信誉并不好 过去一周,乌克兰军队在稳步推进中 瓦格纳占据市中心95%的面积 但乌军并没有从市中心撤退 反而在两侧展开反攻 俄军多个旅溃退后重新集结 甚至想将第六近卫谋步旅增派到巴赫木特以北的地区重新进行防御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哈纳马里亚尔提供了基辅对巴赫木特当地局势的评估 称,乌克兰军队正在占领该市周围的大片地区 他指出,郊区近20平方公里的乌战区并没有丢失 城市周围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 乌克兰军队在一些地区推进 他还承认俄罗斯军队也在有所推进 他提及的有所推进的俄罗斯部队显然失职瓦格纳 雇佣军们还在完成所谓的攻坚任务 只要拿下市区,瓦格纳就完成了任务,可以收钱了 可惜,乌军不给瓦格纳这个机会 似乎在彻以推进,逐步合围瓦格纳 前天,乌国防部部务军在巴赫木特反攻夺回20平方公里领土 5月17日,乌克兰宣布乌军在巴赫木特又推进了500米 5月18日,乌克兰武中部队东部集团军发言人希尔西·切雷瓦蒂 宣布在过去的24小时内 乌克兰守军在巴赫木特前线推进150米到1700米 消灭130名俄军士兵并俘虏斯人 美国战争研究所认为 俄罗斯军队在巴赫木特地区已失去主动权 巴赫木特经历长期战斗后 目前已经整片废墟 这组图片就是前后的对比 很多人认为 乌军可能想要在巴赫木特包围瓦格纳部队 但据我们猜测,乌军不太可能把这个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 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军队装备的载具太多 包围圈合拢之前会逃跑 另一方面,则是瓦格纳自己不争气导致的 别看他们攻坚制度现成达到了10个月之久 但在乌军阻击下每天只能前进30米 一共也就向前推进了10到30公里而已 就这点路,他们一路小跑 一个钟头,最多两个钟头就跑出去了 哪里围得住呢 我们认为,乌军在巴赫木特南北两翼发动的反击 目的应该是两个 第一,改善乌军目前不利的战线态势 第二是占据有利的地形 提高消耗俄罗斯军队的速度和效率 好,咱们来谈谈乌克兰获得F-16的前景 总的来说 随着泽连斯蒂出访 芬兰、荷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 最近希望一下子就大增了起来 此前,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 已准备建立一个联盟 准备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 但他们也表示 这个决定最终还是要美国做出 而五角大陆官员表示 他们不会反对第三国向乌克兰转让F-16战机 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 这是美国国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代表告诉政治报道 尽管白宫一再拒绝派起F-16 但从不排除第三国批准其转让的可能性 这样的发言就让我们嗅到了似曾相识的味道 另外,还有一个利好的征兆 美国国防部长莱德·奥斯汀周三宣布 五角大陆最高政策官员克林卡尔将于6月离职 此军今年2月底曾表示 他认为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斗机是不合适的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戴夫·巴特勒上校早些时候曾表示 F-16非常昂贵 向乌克兰提供一定数量的F-16飞机 需要美国政府配配更多的财政资源 将挤占其他原住品的份额反而不利于乌克兰 而日前,由14名美国国会议员 其中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 组成的小组致函拜登总统 呼吁立即解除对乌克兰供应F-16战斗机的封锁 回想战争之处 乌克兰人既没有鲍儿也没有海马斯和爱国者 但所谓的俄罗斯红线一次次被突破 正如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子尼科夫所言 从这个趋势来看 得到F-16很有希望 我们在此前的很多视频里谈了个F-16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 主要的障碍是性价比 F-16确实昂贵 但由于俄军的防空火力此前没有被大量的削弱 F-16在乌克兰天空的生存力堪忧 基于同样的原因 美国也没有给乌克兰提供大型死山污染剂 后来 这样的污染剂在黑海上空被俄罗斯军机泼油而坠毁 昂贵的F-16到了乌克兰也有可能生存不下来 还不如用同样的钱换更多的海马斯或者炮弹 不过 在不同的阶段 工作的重点应有不同 可以想象 乌军反攻发起后 俄军占据的乌克兰领土面积必然缩小 他们地对空导弹系统也会被摧毁和消耗 届时 F-16就有了更多活动的自由 就像泽连斯基所说 没有F-16也能打仗 也能获胜 但会死很多人 所以 逐步提供F-16为今后一个阶段的作战 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回向战争一年多以来 M777的到来曾让乌克兰抛兵的毁伤力上升了一个台阶 因此 三个俄军的BTG在尝试渡过北断的磁盒时遭遇灭定之灾 而海马斯的到来打断了俄军的后勤的脊梁 从此让他们放弃重点建功的念想 只能在巴赫木特日进30米 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到来 为基辅和乌克兰撑起了防空的大洒 俄罗斯导弹再也休想越雷池一步 这些武器都有力的帮助了乌克兰人抗击俄罗斯军队的事业 我们完全相信 类似的过程会再来一遍 西方盟国将探索提供F-16的可能性 并逐步将其变为现实 最后 盟国提供的F-16肯定会出现在乌克兰空军的作战序列中 不反来自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挪威 不反来自美国 他们的每次起飞都是为保卫乌克兰的和平尽心尽力 显然 这不仅是道义的呼唤 也是正义的将领 留给瓦格纳 留给俄军 留给普里格金 苏洛维金 格拉西莫夫 少尼谷门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再给科纳申科夫胜官 哪怕提升到上将与元帅 也无法摧毁越来越强大的乌克兰军队 更无法对抗越来越充满信心的乌克兰人民的意志 乌克兰 毕生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